中国体坛不仅人才积极而且因容貌长相出众的女运动员更是不在少数 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 她们不靠颜值却靠实力 成绩不俗的潘晓婷常常被球迷称为女神 常出现在各种大媒体排行的体坛美女第一位 凭借着高超的球技和高颜值和奥人的身材 潘晓婷一直都是很多台球迷心中的中国台球异姐 不过初中的身材也给她带来了困扰 相信发生在潘晓婷身上的大球压小球事件 还有很多球迷记忧心吧 在多年前的世界女子撞球大赛当中 潘晓婷遭遇到了宝岛选手赖慧山的强劲挑战 在其中的一局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 因为击球难度系数比较大 潘晓婷必须要俯视阿生来击打 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潘晓婷的好身材让她的胸部触碰她的桌上的球 潘晓婷被判犯规 她也因为这一次的判罚输了本局比赛 最终潘晓婷比分6比7输掉了比赛 无缘胜利 因为这次意外情况前所未有 在赛后也并没有太多人在乎潘晓婷的输赢 很多球迷呢 当时对于大球呀小球的这一幕津津乐道 对于潘晓婷这样的体坛巨星来说 无疑是生活在聚光灯之下的 会得到鲜花和赞美 自然也少不了非议和话题 女神对于这些话题也是落落大方 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愿意引导这些球迷去喜爱台球 这样的情商足够高 而先前有一名女运动员 因为一张不经意的挺胸罩而走红网络 她因一张挺胸罩碾压潘晓婷 成为中国影坛第一女神 真的好美 她就是体操第一女神张豆豆 张豆豆是96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位体操运动员 张豆豆在体操运动上面其实取得的成绩并不是太多 而且22岁的她就选择了退役 并且她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张豆豆的人气呢 确实非常高的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闪耀体弹 当时这张照片是在她舒展筋骨挺胸的时候 刚好被摄影师抓拍到 高颜值的侧颜 再加上若隐若现的好身材 让张豆豆一时间被观众们所记住 被称为了最美女神呢 很多粉丝以为张豆豆在退役之后会选择进军娱乐圈 就像田亮一样 在娱乐圈依然混得非常好 但张豆豆那时候依然选择继续为体育奉献做了一年的体操教练 这不免让网友觉得可惜 凭借她的颜值 进娱乐圈肯定没上压力 虽然没有完全转型 但是如今张豆豆确实已经在低调的进入娱乐圈了 在最近上线的新一期女儿们的恋爱中 这位体操女神也被节目组邀请了 希望女神能够凭借这次女儿们的恋爱节目 也能在娱乐圈积攒不少人气啊 之前的红荒少女复原会就是一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当个吃瓜群众吧 期待这一季的女儿们的恋爱 大家对一次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呀